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162集 这几天有几个朋友问我南非币债券能不能买 现在南非币计价的债券基金配息率都很高 有的配25%有的配28% 如果跟订存的利率比起来 这么高的配息率真的很吸引人 现在银行在推新兴债的南非币基金 好像都蛮容易成交的 只要跟客户说放4年本金就回来了 其他的都是赚的放越久赚越多 客户听了会不会动心 而且今年美股跌太深了 很多理财人员已经不太敢卖美股科技基金了 可能连平衡型基金也不太敢推 因为美股在崩盘的时候 平衡型基金的跌幅也不少 所以一些理财朋友就只敢卖债券基金 如果比债券的配息率 当然是南非币计价的债券基金配得最多 诱因也最大 我一些银行的理财朋友 他们现在都在卖债券基金 有些甚至他主推的就是南非币计价的债券基金 所以我也不能唱衰债券 客观来说 债券的优点是他每月可以创造现金流 遇到股市大跌的时候 债券跟股票基金比起来 债券的波动相对会小很多 不过债券基金的长期效益 当然不会像股票基金那么有爆发力 就销售的角度来看 商品没有风好坏 只是适不适合你的问题 有的人投资 喜欢玩云霄飞车才刺激 有的人希望稳定领配息就好 要买哪一种商品 主要还是看自己的需求 先对商品风险的承受度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